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贯穿于人的一生 它需要夫妻两个人共同经营 互相维护 懂经营爱情的人会让他们的婚姻生活变得无比幸福 而且更长久 然而 婚姻是充满变数的 毕竟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几十年的婚姻爱情不会经历一些磕磕绊绊 而造成夫妻感情破裂的罪魁祸首就是婚外情 女性一旦有了婚外情 大多数都会选择不让丈夫知道 而且回家后也会尽量保持平静的状态 尽量不让丈夫发现 有什么不正常情况 也会和丈夫同床共枕 那么 出轨后的女人跟丈夫同床是什么心理 三个女人说出心理话 一 暴女时 34岁 心烦意乱 不知如何是好 我和老公结婚已经过了七个年头 可能真的是有七年之痒了吧 现在我和老公的感情逐渐趋于平淡 恋爱时的浪漫与惊喜许久未见 而就在今年 由于部门调动 我们小组来了一个纸商高 情商高的男人 他幽默风趣 又有绅士风度 很快他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但是 那时我并没有什么非分知想 只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好朋友来相处 可是 没想到在和老公吵架后 我十分难过 于是就找他谈心 想解除心中的烦闷 吃饭的时候 我就多喝了几杯 于是那天晚上 莫名其妙地做了对不起老公的事 那天晚上一到家 我就心烦意乱 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是要继续保守这个秘密呢 还是向丈夫坦白自己的经历 如果隐瞒了这个事情 待东窗事发那天 老公肯定不会原谅我的 如果现在就坦白 只要说明不是我的主观意愿 老公应该还是会原谅我的 那段时间 我一直在这种慌乱 复杂和纠结的情绪中度过 但在家里 我还是表现得异常平静 我还是继续和老公同房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 我想着过一段时间再想个办法吧 二 袁女士 36岁 出轨后觉得很内疚 觉得对不起老公 我和老公是相亲认识的 到目前为止 已经携手走过了六年的风风雨雨 在这六年里 我们彼此不离不弃 即使再多的困难 我们仍然深信 彼此就是那个陪自己走完最后一程的人 我老公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勤勤恳恳 为家庭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而我负责家里的后勤保障 在外人看来 我们分工细致入微 婚姻美满 是一对模范夫妻 但我竟然做出了对不起老公的事情 虽然只有一次 但是我无法原谅自己 有时候我深刻地反思自己 对自己进行剖析 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可能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平稳了 反而让我产生了贪图短暂新鲜感的冲突 再加上网络上关于女人出轨的文章铺填盖地的 我也被洗脑了 就跟结底 还是我不知足 身在福中不知福 当然 说这些已经晚了 我很后悔 想想老公为家庭付出了这么多年 我深感愧疚 我很清楚老公的脾气 他能够容忍我犯下的所有错误 唯独在感情方面 他是持零容忍的态度 无可奈何 为了能让这段婚姻能够维持下去 也为了表达我的愧疚 我只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回到家里扮演了一个好妻子的角色 甚至比以前更关心老公的感受 三 邹女士 38岁 希望能把这段婚姻挽回 结婚两年之后 我和老公就开始了异地生活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夫妻两人异地分居 那感觉真的很难受 因为老公不在身边 家里的一切繁杂琐事都需要我一个人去处理 遇到紧急情况 也是无人可以依靠 夫妻双方长时间处于这种环境中 彼此的感情必然会受到影响 或许是长时间没有人陪伴 或者是迫于生活的压力 我有了外遇 尽管说短暂的放纵 使我的心情有所缓和 但我心里很清楚 婚外情只是表象上的美好 真正能让我感到心安的是家人 假如被老公知道了 肯定会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为了能够挽回这段婚姻 我选择暂时隐瞒老公的这段经历 再回到家以后 还会和老公同床公正 结束雨 吃一欠 长一智 我们犯了错误 如果还能像往常一样 那么往往就不会长畸形 事实上很多女人之所以敢婚内出轨 往往都是因为有一种侥幸心理 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被老公发现 或者老公对自己的爱太深 即使发现后 也一定会原谅她 这种心态下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女人只要婚内出轨 她都很容易天真 会在心中描绘出美好的未来 只有在她的婚外情人完全不理她 甚至狠狠地打她一耳光之前 她是很难回头的 只要还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女人就很难真正回归家庭 希望出轨后的女人能够调整好状态 同改前非 切断和情人的所有联系 斩断脑中的各种思绪 把你所有的爱都还给你枕边人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